孙权是三国中最小上位的主公 他比曹操和刘备都要小了几十岁 曹操在起初曾经非常赞叹孙权 说自己的儿子没有一个才能和韬略超过孙权的 孙权小时候命不太好 他的父亲孙坚一开始死在了刘表的埋伏中 之后他的兄弟孙策继位 孙策做事有一股锚劲 他一心想着把江东弄富裕起来 然后给父亲报仇 孙策做事雷厉风景 不考虑后果 在他投奔袁书之后 他就结下了很多仇家 因此没过多久 孙策就被仇家用毒箭射死 其死后孙权正式继位 孙权世袭父亲和兄弟的江东基业 在他的治理下 吴国发展得非常迅速 很快就成了天下粮仓 诸葛亮曾经主动找孙权去联合 希望能够一起夺得荆州 共敌曹操 孙权答应了这件事 后来武蜀联军果然战胜了魏军 然而这种喜悦之情没有持续多久 因为荆州的归属问题 两方联盟正式破裂了 后来孙武安派了吕蒙 偷偷潜入荆州 成功夺得了荆州之地 此时位属无三国鼎立的局面 也正式形成 曹丕成帝之后 孙权为了向其表示忠心 专程向曹丕 进贡了很多金银财宝 曹丕大喜封他为武王 后来又过了七年 到了公元229年 孙权终于也当上了皇帝 他在金陵称帝之后 改革官员制度 设置屯田制度 继续向南方开坑土地 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在他的带领下 江南百姓生活富足 后来孙权为了获得更多领土 就派魏温等人去了宜州 那里也就是现在的台湾 尽管孙权在青壮年时期 有着过人的功绩 但是他到了晚年 却非常昏庸 不仅在立太子的问题上 举气不定 还诛杀了很多贤能之人 孙权一开始立大儿子为太子 后来又嫌弃他参与很多当与斗争 就把他从太子之位给废了 孙权在三国中 当了时间最长的皇帝 足足有23年 可怜的曹操一天皇帝都没有当过 刘备当了两年多就死了 孙权比起他们简直太幸运了 然而孙权年轻时 为他立下汉马功劳的周公锦 卢素等人已经不在人世 晚年的孙权身边 也少一个可以托付后世的人 孙权后来立了最小的儿子孙亮继位 继位时不过十岁 孙权无奈 只好把他托付给诸葛克 诸葛克这个人自带虎狼之心 他上位之后就独揽大权 根本不把小皇帝放在眼里 关于诸葛克的人品 吴国的重将陆逊早就说过 诸葛克胜气凌人不可重用 然而晚年的孙权实在是太昏庸了 在众人谗言的怂恿下 还是重用了诸葛克 果不其然 孙权家崩不久后 吴国就爆发了大动乱 各个党羽巨星叵测 都想奋得全力的一份羹 其实孙权之所以年轻时候 有如此过人的作为 我们千万不能忽视 宫景 鲁肃和张昭等人的作用 或许历史上的孙权 本时就那么极实过人 他的成功 很大一部分 要归结于众贤臣的辅佐 就像刘备一样 在他遇到诸葛亮之前 浑浑噩噩 度过了大半辈子 直至诸葛亮出山辅佐他之后 事业才渐有起色